好另外一方面还要来关心的是呢 艺人陈凯伦他的独子陈润 因为涉及到校园这里头呢 恐吓还有迁堵加重强盗罪案 昨天在士林地院首度开庭了 同伙呢都指证说陈瑞是强盗共犯 法官也提醒他该面对的就是要面对 但是他最后选择不认罪 我们看到在这个讯后呢才一定还压 陈瑞倒是恳求一旁的媒体在写的时候 不要影响到他的家人 那么事实上26号开庭呢 这18岁的陈瑞一改他之前总是穿名牌的潮衣 这回穿着白色的衬衫还有牛仔裤 顶着个大平头出庭 他的律师呢以母亲节快到了 帮他争取交保 不过最后法官没准 所以今年母亲节没有办法陪同妈妈赌过